去年年底河南人贾大姐在杭州买房 签完合同才让丈夫知道 结果丈夫坐不住了 坚决不让买 贾大姐看中的是杭州萧山的萧杭人家 这里是安置房小区 每平方两万三左右 有一部分房子被开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 委托中介贷卖 贾大姐签了居间转让合同 买了一套74房的房子 总价178万 打算贷款123万 这个这个像传织贴哪个贴多了 我们这个我们说他们的 我两个人谁都一妈妈 也都说我条件14年了 条件说要不了10年都干不正了 没有 我都都无多事了 都给吧 贷款我们是30年贷款 30年他说我们两个人最多这个儿子做10年 10年的话以后怕儿子没有这个能力还 怕儿子压力太大 因为老公这个事情 老公想的太多了 老公不愿意 他拿死来威胁我的 贾大姐在杭州做保姆不休息 一个月能赚8000块 丈夫做保安 儿子是车床寄工 父子俩赚的家一块和贾大姐的收入相当 母子俩原本打算贷款123万分30年还 每个月还7000多 去年年底 贾大姐交了10万元定金和10万元押金 从委托书上 中介费是三万五 贾大姐说对方要扣掉三万五 但她只想扣一万块 贾大姐带记者找到的中介 并不是委托书上的圆腾房产 而是肖乐房产 负责人姓张 从当初转账记录来看 贾大姐转给张店长20万 由于春节休假 肖乐房产还没有开门 买过来以后呢 我们是两个东西合作的 房源不是我们的 她是我们的客户房 等于我们这个房子 K要委托我们的 K要这个房子 就是给我们五万块钱中介 那我们客户里 少得进不收都不要 因为她这个后院呢 就K要不给我们来 我们把这个价格让掉了 就房价方面全部放掉 张店长表示 收三万五的中介费 还是打了折的 这笔钱两家中介还要分 贾大姐强调 全额中介费 应该是完成交易后 才该收的 建议她如果不行 就是法律处境吧 真的别的人也都说了 我说我要凭同性 因为这个钱是分到我们的 我们这两个中介最分的 就那个中介哪一分 我们这个中介 又是我跟员工要分的 拿到我手上这几千块钱 我一分没有钱 1818黄金一人记得报道